差四個位置 伸 子 乘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所以伸 子 乘 那是其他三個位置 四個位置 四有種三合肌 他也是差四個位置 四根有差四個位置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四 有種 三合 金 一 四 三 二 三 二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一 二 三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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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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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都比較簡單 所以說我們帶過 好彼氏三 位 兵 寶 成 三 位 五 五 五… 四 二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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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二 三 六 五 五 寶 有須 三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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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eld 等于我们用尊相求的外诊 隐月 毛月 成月 隐月 毛月 成月就是一月 二月 三月 这是墓追望的时候 所以叫三位东方墓 三位东方墓 这在东方 这是在南方 这是西方 好 隐月的四月 五月 六月 四位 三位 南方墓 隐月的四月 五月 六月是夏天 所以是南方墓 隐月的四月 三位 三位 西方金 隐月之中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个地方 它是东边的 北方 北方的冬季下 隐月之中 三位 北方水 好 这个是地支三位 接下来 地支六合 至从核化土 引害 核化木 保虚 核化火 曾有 核化金 四身 核化水 为 核化火 这个六合 在心理学里面 只有 只有 论疾病的时候才用六合 平常 我们在论心理学的时候 不论六合 不论六合 这个很重要 只有在论疾病的时候才有六合 六合 那平常不论六合 所以你们先写起来 那名字跟生肖比对 怎么看三合 三会 六合 或者重刻 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吧 我们先把重点写下来 名字在比对生肖的时候 只有论疾病才有六合 其他的论事业 潜财 感情 六心 或者是论思想 投资 心性 阴障 阳障 都不论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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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特别提醒出 好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 席克尔歌诀 地支六害在八支 没有占很重要意味 地支六害在八支 没有占很重要意味 但是在心灵学地支六害 占有绝对的影响地位 非常重要 地支六害在心灵学里面 占有绝对地位 阳鼠相后一旦修 一旦修意思就是说很严重喔 我们后面会教到如何来查理解名字 如何用生肖来比对名字 好 比如说 这里有个名字 它是有一个字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字叫做什么 小 这里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好 如果它的生肖是 比如说物质颜色的 物质颜色的 这个叫做梁鼠相后 一旦修 一旦修 猜字 字如何猜我们后面会讲 字如何猜 那这个比较怎样 这个一字这样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它是属老鼠的 这个也是梁鼠相后一旦修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啊 是他修 不是他修 不是他修 羊遇到属是羊修娘 这个重点啊 羊修娘 不是他修娘 肯定说这两个是 他对他不利 他对他不利 好 好 为贵人生的 民国就设计人生的 三爹水 我们当面会讲三爹水 三爹水是论老鼠 三爹水是论老鼠 汁水嘛 就在汁水 那是论老鼠 这样子羊鼠相逢淡秀 这也是羊鼠相逢淡秀 这个是他对他的努力 这个是他对他努力 这个是他对他努力 入法不一样 大概下一天就可以讲到 这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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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用 新年纪有所谓的 用的关系 这主体 这是主体 名字是为我所用 名字是为我所用 所以说神像是我的主体 我属什么神像是没办法改变的 我属老鼠 我就永远属老鼠 不可能我说我今年属老鼠 我明年属牛 不可能 所以这是我的主体 名字是后天取的 名字是后天取的 唯于我所用的 所以这叫做用 这叫体用的关系 体用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是重点 它是阳属香火 一旦修 这叫做克入 这个叫做克入 大家听懂 阳属香火一旦就是阳 阳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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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叫克入 土碑克吧 所以叫克入 克入 好 那这个物质连生的 用这个吓 这个叫克出 因为 以克用 克出 那这地道不一样 这地道是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关系它给你们知道 我们慢慢去步一步 会加进来 生肖是主体 我们生肖性命连生肖是主体 名字是我后天去的 给我用的 叫做用 所以叫等用的关系 那用来克的叫做克入 提克用叫克出 那为什么这个跟这个是克出 因为是阳属香火 是阳寿山 阳寿山 所以是我克出 那这阳属香火是阳寿山 他克入 克入 好 这个是阳属香火一旦修 阳属香火一旦修的话 如果是论身体 要注意 开打 开打一旦修完 论身体要注意 开打 意外 开打意外 论失业 钱财 论 当破 破了失业 破了财 论六七缘分 表示无缘 或者是六七感情 破掉 这很严重 论阴阳宰 表示有形善 阴阳宰表示有形善 缺陷 不完整 或者是反复不定的现象 或者是反复不定的现象 好 好 這次你要說相逢一旦修完 蛇欲門五如刀桌 也是穿 那蛇欲門五如刀桌是死而受伤 死而受伤 所以 你在比對名字跟社交的時候 看蛇是在社交裡面還是在名字裡面 你就知道是克魯還是克朱 這樣我也聽不懂 聽懂 蛇欲門五如刀桌是死而受伤 死而受伤 所以 你 你只要是比對名字之後 蛇是在生下的話 那就是克魯了 對不對 克魯了 蛇如果是在生下的話 你就是在外面 這叫克魯 那蛇如果是在名字上的話 那你就是生下克朱 這樣聽懂 是蛇受伤 蛇受伤 那這個力道 比 雅族相同來講的話是 弱了一點點 剛剛講的那些現象 比如說 講的六心、錢財、育毒、身體等等 這個比雅族相同一代說弱一點點 這個講求的是力大 這個希特德絕有六個 六個的力道是 慢慢力減、慢慢減少 所以蛇一門骨 如刀做的力道 是比雅族相同一代說 還要弱一點點 那大概夠多少 等一下我們用百分比來講 等一下再用百分比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第三個是 蛇慾元喉四箭頭 蛇慾元喉四箭頭 是蛇受伤 蛇受伤 好像被劍射到 剛剛是奴刀戳被刀割到 戳到這個是四箭頭 被劍射到 所以蛇受伤 等於說 體用關係 客出還是客入 就要看他的生肖 他的生肖是猴子的話 名字裡面有豬的結構的話 就是客出 對不對 生肖如果是豬 名字的結構有 喉的結構的話 就是科入 所以豬受伤 那這個一道的話 是比蛇與門五如大錯 又輕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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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生肺穿 生跟害 就是猴子跟豬 雞雞欲犬類雙流 雞欲到犬類雙流 所以是雞受伤 雞受伤 蛇與門五如 豬與元老 講的 都會有見血瓜 對不對 所以說 前面三個都要注意 身體的話 會有開刀意外的現象 前面三個如果論生股的話 要注意有開刀意外的現象 但經濟育犬類雙有以下三個 論生股的話 論生股的話就是有病痛 病痛或者是有症狀 病痛或症狀 它不見得會開刀 所以我們一般在用經濟育犬的話 都不會開刀 玉兔育隆也不會 白馬卡金流也不會 那這三個又易減下來 如果論病症的話 論病痛的話 經濟育犬類雙流是 痛得比較厲害 病症比較重一點 那玉兔育隆的話 再輕一點 白馬卡金流更輕 這就是病痛症狀 那六個來採的話 論生股的話 論生股的話是 陽暑相同一旦就是 病症很嚴重 或者是病痛比較嚴重 胃開刀 外出被意外 蛇育和鼓刀說 減輕一點點 朱月董事件怎麼 再減輕一點點 這都是病痛跟症狀的情況 經濟育犬的話 是不會開刀 出去的話 也可能不見得會有意外 但是生股的症狀 病痛也會有 但是沒有像前面上 可不可以通達 或者病症嚴重 要開刀 那論投資 比起來賺錢 失業 六性 陰陽債 還有一些人際關係的話 經濟育權的現下 又比前面上的 再起立點 這樣聽懂嗎 再起立點 比如說陽蜀相逢 今年流年遇到陽蜀相逢 可能要破差一千萬 十一分五可能只破財八百萬 朱月後就變成破財六百萬 類似這樣 那經濟育權怎麼就破財 可能就是十百萬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力道的關係 我們這個名字不只是可以論一省 還可以論大運 可以論流年、流月、流日都可以論 比如說 剛才有講到 我們用這個名字叫做姓江 這裡有講它是姓江 這裡就是有水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水是論老鼠 為什麼水會論老鼠 我們在講到老鼠的時候會講到老鼠 遇到明年吧 明年叫做甲午年對不對 那明年進來的時候就會形成怎樣 衝 衝 那明年 明年甲尾矽江的會有怎樣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在錄氣裡的重點 西漢的台灣什麼西漢有多少 很多嗎 很多嗎 那明年加五年西漢的路就是這麼重啊 對不對 會有什麼現象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論流年 但是每一個西漢的振動都一樣嗎 一樣 一樣 就要看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會影響到第一個字的重的現象 還有第三個字喔 第三個字又會影響到第二個字 又會影響到第一個字重的現象 所以說 新疆的明年 新疆的明年 衝 衝到了新疆的製造園 不少人 幾萬個 四十萬個搞不好 新疆的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要注意發生 某些事 有些人名字取得好 我